26日上午6年 桃園市議長背路跑 正式開跑 參加跑友從青埔運動公園出發 沿路經過桃園機場周邊的重點發展建設 桃園市長鄭文燦也加入路跑行列 來力挺這場在地賽事 議長背路跑已經來到第十屆 交通非常便利 有機場、高鐵以及捷運 除了吸引桃園在地居民及外縣市民眾 也有來自外國的跑友前來報名 一共有三萬人參加 今天覺得這21K半 我覺得跑得還蠻舒服的 然後整個跑道蠻乾淨的 整個欣賞我們這邊的風景 我覺得還蠻不錯 蠻推薦大家來一起運動 延續七屆拿下一場背路跑第一名的 南天樂跑紅一人 本屆不僅再度稱霸21公里組 更突破場地紀錄 以一小時數分五秒的成績完善 從第三季開始21K之後 然後年紀八年都第一個回來 到我大概在10K左右的時候 我看一下我的手錶 大概是34分49秒 我覺得很有機會 所以我就盡量不要去放棄 盡量去突破自己 想到最後轉角都看到大時鐘 74分30幾秒 我想說有機會 就盡了全力去跑 郝林二十七年 六十二歲 呂大哥 二十一公里完賽後 十分有活力的分享比賽過程 雖然每周跑量不多 但是非常享受運動飆悍的暢快感 開跑以後呢 我就不敢衝太快 就順順地跑 那把握那種慢 穩 順快的法則 那一路上就配速 就不跟人家拚 那結果也非常的滿意 也剛剛好是100分 以不受傷為原則 以自己的多年來 累積27年來的經驗跟實力 盡情發揮盡情彪悍 能夠把體內的所有的重金屬 都市都排出去 桃園市議會及市政府同仁 紛紛換上運動服裝及跑鞋 與愛運動的朋友們 共同寫下一掌盃入跑的十週年紀錄 孫內TV桃園報導